Hello 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 每日遇見杜拉克12月14號文章 結合的共同核心 必須具備相同的文化 或者至少文化相近 靠收購企業進行多角化 就跟所有的多角化做法一樣 其中的成功之道在於 必須要有一個結合的共同核心 兩家公司必須要有一些相同之處 例如相同的市場或經驗 不過偶爾也會因為 雙方的生產流程相似 雙方的經驗和專長得以整合 兩家公司仿佛因為 說著共同的語言而結合 如果沒有這樣的共同核心 多角化絕對不會成功 尤其是透過收購進行多角化 總之只靠財務關係是不夠的 例如有家法國公司 它一向都是靠收購各種精品來擴充 包括香檳和高級時裝設計師 高價手錶和香水 手工皮鞋等 表面看來這家公司簡直就是那種最糟糕的大型集團 他們旗下的產品根本沒有共同之處 沒錯 購買的原因並不在於方便或價格 顧客買這些產品其實是因為這些產品代表地位 這家企業所有的收購案都很成功 這些收購案都有一個共同點 那就是顧客的價值觀 香檳和高級時裝的銷售方式很不一樣 但是顧客買這兩樣產品 卻是為了相同的原因 今天的思考與實踐 每次收購企業時 收購案雙方一定要有共同的文化 或是相近的文化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Q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桑花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拜拜